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6到23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16到23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污秽、邪当、拜偶像、邪术 仇恨、争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亦端、忌妒、醉酒、荒厌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各位弟兄姊妹 这是一本圣经 在教会里面 我们讲到都是根据圣经 因为圣经是我们信仰与行为的标准 你们在家每天也要读圣经 好 今天我们的讲题是道德的价值 道德的价值 其实一切的大宗教都重视道德 那么我们不是说小宗教 不是说那些民间的宗教 迷信的 我们说大宗教都重视道德的 虽然道德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 但是他们都重视道德的 那问题是道德是怎么样产生呢 道德的位置是什么 那今天呢 我们要看看圣经对道德的看法 特别是这一段圣经对道德的看法 其实圣经对道德的看法很多 不过我们就是根据这一段 我们看看圣经对道德的看法 这段经文讲到圣经对道德呢 有三个看法 第一个看法呢 就是神是一位道德的神 因为圣经说神是圣洁的 他是完全绝对圣洁的 那么这个圣洁呢 包括道德上的圣洁 他是没有犯过罪 也不会犯罪的 这段圣经怎么说呢 他说首先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 因为第16节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那么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 那么顺着他而行呢 就不会放纵情欲了 而情欲的这些东西都是罪恶的东西 所以说明了圣灵是道德的 那么这里讲到圣灵是道德的 那么三位一体的第一位 就是这位天父 他又怎么样呢 圣经也说天父是完全的 假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 那里说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里的完全就是道德上的完全 这里讲得很清楚 就是天父是完完全全圣洁的 所以圣灵是道德的 天父也是道德的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看 耶稣又怎么样 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耶稣又怎么样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那里讲到耶稣说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耶稣了 他被钉石的架的时候 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那么耶稣也是没有罪的 圣经说他并没有犯罪 因为耶稣没有犯罪 他是圣洁的 所以呢他才能够代替我们赎罪 假如耶稣是有罪呢 他就没有资格替我们赎罪了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圣子圣灵 都是道德的神 完美道德完美的神 好了 所以呢 就是圣经非常重视道德 因为我们的神 三位一体的神 就是一位道德的神 那我们看看这段圣经 对这个道德 还有第二个看法 就是人又怎么样呢 神是那样子的 那么人呢 是被情欲控制的 他刚才这里讲到 这个情欲很厉害 他有一种控制力的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 彼得前书 对不起 是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七节 他说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是你们不能做 所愿意做的 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人性当中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情欲 什么是情欲呢 情欲的意思是一种 很强烈的欲望 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所以圣经说 使你们不能做 所愿意做的 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知道好 我们偏不去做 我们知道不好 我们偏要去做 就是说 他控制我们 不是我们控制他 这个东西叫情欲 那么所以我们人 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真正完全道德的人 那么这个情欲 他不单是不能控制的 他有一个发动力 他一发动 就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看看 第十九到二十一节那里 怎么说呢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 携荡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争敬 忌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厌 等类 你看这里呢 提到很多情欲的事情 他这个情欲啊 他因为是一种 很强烈的欲望啊 他一发动呢 就不可收拾的 因为他是一种 很强烈的欲望 并且呢 他一发动的时候呢 是显而易见的 这里说 情欲的事都是 是显而易见的 他一发出来的时候呢 一看就知道了 显而易见的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隐蔽的 是显而易见的啊 那么他这里讲了很多情欲的东西 首先呢 他提到就是 奸淫 污秽 邪当 这个是属于两性的道德啊 方面啊 那么然后呢 提到宗教的范围啊 就是说 拜偶像 邪术 这是宗教的范围 那么然后再提到情绪的范围 就是包括 这个 结党 纷争 对不起 就是仇恨啊 那些东西 就是情绪的范围 最后呢 就是行为的范围 就是结党 纷争等等 那是属于 就是行为的范围 你看这里讲到四个范围 第一个就是男女 两性的道德 第二个就是宗教的范围 拜偶像啊 第三呢 就是情绪的范围 就愤怒啊 就嫉恨啊 等等 那最后呢 就是行为的范围 就是纷争啊 结党啊 等等 那么这个情欲非常的厉害 并且呢 这里啊 还提到 他的情欲的诗呢 是怎么样呢 他的旧儒啊 第十九节 旧儒皆宁 他说旧儒呢 就是说 不只是这些 他没有说 全部都是 就是 这是全部了 旧儒 就是说每一个年代 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 好比说吸毒 可能以前没有吸毒 吸毒也是一种情欲 打游戏机 打的不能睡 不睡觉 晚上 看手机 看到三四点钟 那么有些人 很多很多男人呢 白天呢 就是常常打瞌睡 没有精神工作 就是晚上呢 不睡觉 看着色情的东西 在电脑上 那么那也是一种情欲 还有赌博也是啊 圣经没有提到赌博 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 赌博也是一种情欲 所以呢 圣经这里提到这十几章呢 不是完全的 还有其他的东西 就算我们铲嘴吧 当然最后也提到荒焰 荒焰就是那些人 吃啊吃啊吃啊吃的 吃得很饱很饱 有些有钱人呢 以前呢 他吃得很饱 然后呢 故意把他们呕吐出来 然后再吃 这个是荒焰 今天呢 也有很多人呢 看见一些东西呢 就是吃着吃着 把自己吃得过饱 那也是一种情欲 换句话讲 圣经的意思就是说 情欲有一种发动力 并且呢 它还很容易放纵的 所以第十六节那里 又说呢 你们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原来这个情欲 它不光是发动啊 它一发动之后呢 很容易被放纵的 什么叫放纵呢 放纵就是说 我不是做一点点 我需要越做越多 越做时间越长 并且呢 你做的越多呢 你都觉得不够的 还要再做 时间越做越长 越做越多 那这个就是情欲的厉害了 所以呢 人因为有情欲呢 所以我们光是劝人为善呢 这个是没有效果的 可以说 只有表面的效果 没有真正的效果 因为人有一个东西叫情欲 叫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 真正道德 蒙神悦纳的那种道德的人 好了 我们看见圣经对道德的看法 就是神是道德的神 人呢 是被情欲控制的 所以不能够成为一个 真正有道德的人 好了 你用教育的方法 用宗教的方法 用其他的方法 用修炼的方法 你都没有办法 使自己成为一个 真正有道德的人 你只能控制一些表面的 外表的东西 但里面那个情欲 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情欲是控制我们的 好了 那么这段圣经 对这个道德呢 还有第三个看法 我认为这个第三个看法呢 就是非常的精彩 也是关键 这个看法是什么呢 道德到底是个因 还是果呢 它是因还是果呢 因为我们留意 注意人所发明的宗教 那个道德就是因 就是说 你因为有道德 你因为做好事 你因为修炼 你就会得到某一个好的 好的结果 你就会上天堂啊 你就会成佛呀 你就会怎么怎么样啊 道德是一种因 所以 所有的宗教都是说 千万不要做坏事啊 一定要做好事啊 做坏事啊 你就会得到什么什么的报应 做好事呢 你就会得到什么什么的报酬 这样子 那么我 有一次我到云南去旅行 参观一个地方 自然的地方 那个导游也说 他说笑了 他说 所以呢 大家千万不要做坏事 做坏事呢 你将来就下地狱了 怎么怎么样 因为他 我们在一个山洞里面 看见一些东西 我忘记是什么东西 这是很普通的 一般的人 一切的人发明的宗教 都是这样子的 人发明的宗教呢 道德都是因 就是靠道德 这个因 靠好行为 达到某一种的境界 这个境界 可能叫天堂 可能叫逆盘等等 好了 那么 我们先看看佛教啊 佛教呢 他讲修行 你修炼自己的行为 修炼自己呢 你最后就会得到 达到这个逆盘 这个最后的境界 这个逆盘 也可以说你成佛了 所以佛教有五界 佛教也有 有的时候叫五界 有的时候叫七界 有的时候叫十界 一般呢 就说五界 第一界是什么呢 就是戒杀生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还有戒奸淫啊 等等 戒杀生 所以佛教徒都会 尽量劝你不要杀生啊 不要吃动物啊 吃猪肉啊 吃肉啊等等啊 还有五界 还有十善 十个善的东西啊 那么 假而不是的话呢 你就会 今生或者来生 有报应的啊 你你这一生做的不好呢 你下一辈子呢 你就可能是变成一头猪啊 一个蚂蚁啊 等等 被人家是杀了啊 你这一辈子 你做的好呢 你希望你下一辈 再轮回的时候 你会 你也会做一个人 到最后呢 你就会做一个和尚 或者做一个尼姑 然后你 最后就成佛了 这样子啊 这是靠 我们的行为 修炼 那个都是因 来达到某一个果 那我们看 伊斯兰教啊 伊斯兰教呢 也靠守一些规矩 他们也有很多道德的 那么到最后呢 你就到天堂那里去了 伊斯兰教那么多人相信的 也有一个原因 因为他这个规矩很简单 不会那么复杂 他有五条支柱的啊 这五条支柱呢 是第一 你相信有一位神 真神就是阿拉 并且呢 穆罕默德呢 是神的先知 最后的先知 第二呢 每天祷告五次 第三呢 你有个灾戒 第四呢 你必须要施舍 第五呢 你必须要 就是去朝圣啊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了啊 但是基本上呢 伊斯兰教也说 你要做一个好人 然后呢 你的好行为 多过你的坏行为 你最后就到了天堂那里去了 那么那个好行为呢 也是一种因 最后达到一个果 那么中国的儒家思想 就是孔孟那一套呢 也是说我们要修德 修我们的德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德行 在我们的天性里边 但是我们要修 把它养啊 修养 就是把它 好像一个东西 好像一条鱼 要养它的 那么我们修我们的德 仁义理智信 还有效等等 那么到了明朝的时候 要存天理灭人欲啊 就是说啊 呃 儒家思想也承认 人有一种欲望的 我们到存天理 天的道理 已经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但是我们要去存养他 不断地去养他 养活他 灭消灭人的欲啊 这个叫修德 最后呢 这个修德就会怎么样呢 让你达到天人合一 儒家思想相信有一个天的 这个天呢 他们不怎么去定义他 只说他是模模糊糊的 你说他是一个神也好 你说什么也好啊 最后达到天人合一 就是说当我的德行 修到一个地步呢 我会跟这个天呢 合在一起 这个天就很同意 你修得真好 我很同意啊 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那么我们 无价思想呢 也是我们的道德呢 成为一种因 到最后呢 达到一个果 就是天人合一了 那我们再看看 马克思主义怎么样呢 马克思主义呢 基本上呢 并没有一套全面的道德的 并不是好像 佛教啊 基督教啊 伊斯兰教 并没有一套全面的道德 但是他对道德呢 可以用一句话来 总结 就是为人民服务 一切对大家有好处的 我们都要去做 为人民服务 那么他们往往很喜欢呢 就是举几个榜样来 其中在中国啊 第一个榜样啊 就是就是白 白求恩这个加拿大的 这个人啊 他怎么样为人民服务 然后我们要学学他 还有学雷锋啊 那么到最后呢 还要学毛主席啊 毛主席死的时候 他的妻子江青 这后面就是签了一个名 说你的学生江青啊 就是他其实是他的太太 但是他说 你的学生 就是我们要学毛主席这样子 为人民服务啊 那么为人民服务呢 这是个因 最后呢 就会达到一个共产的世界 就是各取所需啊 各尽其职啊 这个也是 其实也是一种宗教信仰 虽然啊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 他那个是一种宗教啊 那我们就把它说成一种信仰吧 啊 也是那么 就是为人民服务 是一个因 最后就达到共产的世界了啊 好了 其实这些靠行为的宗教 或者是信仰啊 都高估了人的力量 最后都会失败的啊 因为我们靠行为这种因 去达到最后的果 把这个次序其实颠倒了 那圣经怎么看呢 甚至说来自真神上帝的 来自神的信仰呢 道德是果嘛 他不是因嘛 啊 因为加拿大书第五章二十二节 那里说 圣灵所结的果子 他说明道德是果 他不是因啊 啊 就是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啊 他说明道德原来是果 他不是因嘛 啊 因为我们先信了主耶稣 就有圣灵了 在我们心里边呢 那么这个圣灵会结果的啊 这个果呢 从爱开始啊 当我们爱神又爱人的时候 我们就这个爱呢 就开出一个东西叫喜乐啊 所以人爱喜乐 那当我们满心喜乐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去放纵情欲了 因为放纵情欲的人 他们是追求一种快乐的啊 一种快感 他们认为当我放纵情欲的时候呢 我就会很喜乐了 但是当你爱神爱人的时候呢 你自然就会开出一种 说不出来的喜乐 那你已经有了喜乐 就不需要再放纵了嘛 啊 所以呢 人爱喜乐和平 一直到这个节制啊 节制是什么呢 节制是能够控制 这是节制是最后的果子了 啊 控制什么东西呢 就是控制愤怒 控制我们的嫉妒 控制我们的色欲 食欲啊 当你心中充满爱 最后呢 就能够节制啊 那我们并没有办法取消我们的欲望啊 那个情欲是不能取消的 它是在我们心里面的 但是我们能够控制它 能够节制它啊 所以呢 呃 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啊 为什么说没有律法禁止呢 因为这是一切律法也好 法律也好 一些律法的规矩的性格 律法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就是禁止性的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那国家的法律也是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法律不可 不会对你说 要爱人啊 法律只能够对你说 不可投啊 不可以打呀 不可以抢啊 不可以杀呀 这样子 不可以骗啊 啊 他没有说 呃 你一定要爱人啊 他没有这样说的 不会从正面鼓励你 只是从负面的去禁止你啊 一切的律法呃 规条都是那样子的啊 那么所以呢 圣经说 哎呀 这些东西人爱喜乐和平 律法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的 因为律法只能够禁止你 做不好的事 他不能鼓励你去做好事的 这个是这个好事要要 这种道德呢 是要生出来的 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 所以呃 就是这个就是精彩的地方了 原来道德是个果呀 他不是因了啊 我们靠道德去去升天堂 是不可能的啊 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啊 所以呢 我们一个基督徒啊 怎么看道德呢 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的叫顺从圣灵 就是十六节那里 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那么基督徒有没有情欲呢 也有的啊 但是我们可以呃 不放纵情欲 因为我们能够顺着圣灵而行 那大家可能会问 怎么叫顺着圣灵而行呢 其实这个圣灵啊 是随时用一个很微小的声音 对我们说话的 所以这个叫呃 顺着圣灵而行 我举几个例子吧 我自己怎么样顺着圣灵而行 其实我也有我的情欲 我也有我的呃各种的情欲啊 但是呢 好比说当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 正要发脾气的时候 我就里面就好像有个声音对我说 你不要了 你不要生气了 那我就马上啊 到了洗手间去洗洗脸 我发现我的脾气就就没有了 然后我就用一两秒钟 几秒钟祷告 那然后我就能够平静下来了啊 呃 当我的嘴巴正要开口骂人的时候 说一些厉害的话的时候 呃 心里面好像有个声音对我说 这个其实就是圣灵的声音 你不要这样子了啊 你安静下来吧 那我就马上就是控制自己的嘴巴 不讲那些厉害的话了啊 那么呃 还有呃 我现在的年纪不可能吃太多的东西 当有人请我到一个餐馆去吃饭 哇 很多很好的饭菜啊 其实我也很想大吃一顿的 但是我知道我这样大吃一顿呢 是对自己没有好处的 所以呢 我吃的刚刚饱啊 就里面就有个声音 我的眼睛还看到那些鱼啊肉 很好吃的菜啊 很好吃 很香啊 就有一个声音 就对我说 尾光够了吧 那我就啊 好了 我就放下我的筷子啊 那么啊 那我就我就我就不吃了啊 那么这个也是啊 顺着圣灵而行 各位弟兄们啊 我们做男人的 有的时候我们在街上 看见一个穿着衣服 穿着很少的女人 在那里跑步啊 当你看见她的时候 你看见 那不是啊 你还没有放纵情欲 你看见 但是当你的眼睛盯着她啊 你定睛的看她 并且呢 你的头还转过来看啊 他他已经跑过去 你还转过头来看了 那就是放纵了啊 那我自己啊 很多次也遇见这种情 呃 场面 那怎么样 怎么样 心里面就有个声音 说不要看了啊 所以看见 不是犯罪 看见 不是 不是放纵 但是你的眼睛转过去 头一都转过来看了 那就是 呃 就是放纵了 那 感谢主 那很多时候我就能够 呃 就是不要再看了 这样子啊 呃 甚至在呃 办公的地方 或者是在教会里边 也可能 可能的吧 你看见一个 办公的地方 有一个人 或者是教会里面 有一位姊妹 又年轻 又漂亮啊 有些男人呢 就呃 借故 就走过去跟他谈谈话 那 其实这也是一种放纵 啊 呃 教会里面那些 呃 老太太 呃 很多皱纹的 那我就不愿意跟他 呃 走过去跟他说话了 那我们要小心啊 当我们是爱主 爱人的时候 啊 我们是 一视同仁的 啊 大家 你漂亮也好 不漂亮也好 我不会借故 走过去跟你说话的 但是 呃 凭了爱心 啊 我也可以走过 走到一个老太太面前 老 呃 啊 老先生面前跟他说话 关心他 一个年轻的 呃 我不管他是漂亮 还是不漂亮 应该女孩子啊 有需要的时候 我去关心他的时候 我也可以走过去的 那就 那就是顺从圣灵了 啊 各位弟兄姊妹 顺从圣灵是要养成一种习惯的 当你养成了这种习惯 你就发现这个圣灵常常在你心里面提醒你 你就会听从他 假如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呢 你就会放纵情欲啊 所以养成这个习惯很重要 你一旦养成这个习惯呢 你会发现呢 这蛮好的 因为我们都是人嘛 啊 基督徒的情欲还有的 没有取消的 但是我们要养成一个顺从圣灵的习惯 好了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结论 啊 圣经对道德的看法 道德也没有价值呢 道德有价值啊 但是我们的要知道道德不是个因 我们这个信是因啊 我们先要信耶稣啊 使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边 然后我们顺从圣灵啊 那就结出圣灵的果子 忍耐喜乐和平了 那么最后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来 就是道德也没有价值呢 有 因为圣灵是有价值的 圣灵是神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三位啊 圣灵是有价值的 那么这个果子是他结出来的 你看这个 你说这个苹果树有没有价值啊 这个苹果很好吃啊 这个树当然有价值的 这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子 那不是我的果子啊 所以道德本身当然有价值 就算是不信的人 他们有道德也是有价值的 但是因为这个果子不是我 不是我做出来的 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子 它的价值就更高了 所以圣经的观点是 道德非常有价值 因为它是圣灵的果子 好了 各位 今天我们的讲道已经完了 现在请大家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道德是果 它不是因 它是圣灵的果子 所以我们一无可夸 我们不能夸夸自己是个多么好的人 我们不能夸靠我们的道德 来去迎娶你的天堂 你的祝福 不能的 因为圣经对我们讲得很清楚 是因信称义 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好处 靠行为是靠不住的 只能够有表面的效果 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 从加拉太书这里 我们看到原来道德是你自己的圣灵 结出来的果子 我们感谢你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随时随地 我们都能够顺从圣灵 我们可能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好久了 现在求你帮助我们 恢复我们对圣灵的带领 那种的敏感性 以致我们可以养成一种顺从圣灵的习惯 让我们结满了果 圣灵的果子 忍耐喜乐和平 那是多么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放纵情欲了 虽然我们很清楚 我们的情欲还在 但是求你帮助我们 不再放纵我们的情欲 乃是顺从圣灵 我们的情欲